就是我們把廚宜從這個地方移到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不太需要利用很多時間去做管理 那黑水盲它會在裡面自動去緩直 然後它多餘的蟲要利用的時候 它會釣到我們的手機桶 讓我們收集來做其他的一個應用 嘉義義敏社區大學理事長吳孟坤 在推廣魚菜共生時 無意間發現這一隻不其言 又有點像蒼蠅的小蟲子 竟然有能力變身成為 處理廢棄物的循環經濟大將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社區大學是在 推動這個水跟蔬菜然後到魚菜共生 我們在課程當中再去發現到說 黑水盲它的一個效益是相當的大 所以我們在設計了所謂的 一菜共生的一個黑水盲的設備 黑水盲它是昆蟲鋼雙刺木的昆蟲 石腐性的昆蟲 那它整個生活時有四種不同的一個型態 就是從卵 幼蟲 蛹 跟橙蟲 四種不同的外型 那幼蟲其實是主要就是 以有機資源物為實 大概一公噸的廚餘呢 它需要20到25公克的這個水盲卵 孵化的幼蟲 它能夠處理大概一公噸的這個 廚餘量 那它最後大概能夠獲得 200公斤左右的這個水盲幼蟲 黑水盲的幼蟲就是專門吃廚餘等有機廢棄物 剛好可以解決目前最頭痛的廚餘問題 不但如此 它的幼蟲 永殼也都能充分利用 這些黑水盲它會有很多的永殼產生 永殼就像我們現在產業鏈裡頭的蝦蟹殼一樣 它是雞丁子的原料 它在農業植物保護上 是可以有效地去殺滅這個植物遍原微生物根 嘉義的義米社區大學 所設計的黑水盲魚菜共生系統 主要是以學校 社區為對象 這是黃金蟲飼養桶 黃金蟲飼養桶呢 又叫黑水盲廚餘桶 黑水盲裡面的廚餘呢 就是我們學生午餐過後 吃剩的廚餘就會倒到這個裡面 嘉義縣民和國小師生共300多人 學校利用義米社區大學 開發的黑水盲魚菜共生系統 來處理營養午餐 吃剩的廚餘問題 黑水盲可以把我們學校的廚餘 把它解決掉 也就是說 因為自從非洲豬瘟開始 蔓延了這件事情之後 其實校園廚餘成為學校 一個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那在我們民和國小 這倒是平常食物我們就在做的 學校的廚餘用來餵養黑水盲幼蟲 幼蟲成為魚的食物 魚的分辨又可以成為蔬菜的肥料 形成一個自然的循環 會剛剛好 一定剛剛好 那進去以後 而最大的效益 是讓學生了解資源再利用的價值 為什麼學校會推這個 黑水盲魚菜共生 只是當時在想 學校出於我怎樣 讓孩子把它認為說 垃圾可以變黃金 希望就是說 讓孩子在他在生活當中 處處能夠珍惜資源 愛護我們這個地球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在讓孩子去想 如何把他原本不要的東西 如何再去再利用